台東 台東歡迎你們 我們為台灣台東寫下的歷史 台東豐年機場 有史以來 第一次的 國際的定期航班 即將啟動 台東啟程往南京的定期航班 在民國100年11月2號晚間 在台東豐年機場展開了首航 準備登機的旅客 帶著期待又興奮的心情 準備託運行囊 這是台東豐年機場寄與韓國首爾 大陸廈、大連、南京、香港等地包機直航之後 首度開啟了東台灣的國際定期航班 台東到南京的這個國際航線 這個其實是我們整個東部的第一條的國際航線喔 這讓不少的遊客以及京商的朋友開心不已 很方便 最起碼省了周車上的勞頓 從這邊到高雄 你要走攔迴公路很辛苦 要不然你要搭火車也是一段路程 因為直航他們才能夠在台東定點 而且呢下機 而且在台東留住晚 不然沒有八天在台東至少留兩天 對台東的產業還有幫助 另外從大陸來的遊客 可以直接在台東陸地之後 在當地進行了旅遊的行程 幫助地方的觀光提升經濟效益 我當然是很高興啊 這帶給我太大的方便性嘛對不對 然後更感謝政府能夠爭取到這個航線 其實它這次的首航對我們來講非常有意義 但是不僅這次是首航 而且是定期航班 其實對我們來講真的是一大進步 台東一直都是一直期盼說有機會能夠走出台東 而且進入到所謂的大陸市場甚至世界市場 我們這次的首航大陸只是說 我們以後進入到世界市場的一部分 那假設是純首航那沒有太大的意義 因為可能只有一班而已 可是我們現在已經變成定期航班 也就是說我們每一週固定 都有這樣子的班式來運用 就增加了我們 陸客來到我們台東的機會 而且又是以當地為主 所以這是非常好的一個情況 民國一百年十月三號上午八點多 北東的天空 翱翔著一台載滿著南京旅客的飛機 降落在公民機場 以下飛機一百四十五位的遊客 就被熱情的迎賓舞蹈給感動 我們趕正回憶 來 祝贏國的遊覽場 幫我們遊覽場 祝贏國的遊覽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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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班地級航班 早上從南京國的遊覽場 六點起飛 八點十七分 落定在台東風靈機場 這個是台東第一個定點航班 也是台灣的東部第一條的國際航線 我們又飛了第一班的 這個兩岸地級航班 從台東到南京 那這些都是我們在台東 我們積極努力 希望能夠拜進來更多的旅客 到台東來觀光 那在今天的... 除了歡迎他們在台東多留幾天 可以好好的瀏覽台東的美景之外 還準備了名產 請這些遊客品嘗台東人的熱情 更讓這些遊客廢食溫心 很美 很溫心 給人一種家鄉的感覺 一點沒有陌生感 感覺到微盛 環境好 另外就是人文也好 大家都很開心 跟自己一樣 沒有感覺到捨不捨不捨的地方 台東南京之間的定期直航 可以說是我們豐年機場 對境外城市的第一次 可以說真的是得來不易 這個對台東的好處 不只是把南京市800萬的潛在的旅遊人口 能夠直接在兩個鐘頭之內帶到台東 甚至於對開發整個華東地區幾千萬的這些旅遊人口 都是一個對台東未來光光推升的一個非常重大的 潛在的樣的一個好機會 同時對我們台東的鄉親到南京 或者到華東地區由南京轉過去 也都非常的便捷 過去我們可能兩個鐘頭 還沒有到小港機場 那現在在兩個鐘頭 我們就已經可以達到南京 每個禮拜三飛南京 禮拜四由南京飛台東 那我們希望也要鼓勵我們台東的鄉親多架利用 因為這樣的一個航線 還是需要有業務來支撐 我們希望大家多加利用 能夠讓這個航線繼續維持下去 然後也能夠藉由它來帶動我們整個台東的發展 相信透過直航可以促進兩岸的經濟 社會文化的交流 更能夠直接打開台東與國際的觀光大門 在東需要有營焰 在東需要西關光大ường 在東需要西關粉 在東需要吸糖 那是這樣 好 你在東需要 在東 should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